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 芒果台全新综艺 你好星期六终于站稳了脚跟 不仅话题度越来越高 收视率也节节攀升 尤其是暑期党推出的特别记 一口气急起了 你是我的人间烟火长相思 安乐传 莲花楼 以及七十吉祥 几乎全部爆款剧主演明星 将收视率推向了新高 众所周知 你好星期六 是在快乐大本营停播后推出的综艺 虽然芒果台对外宣称 这是一档全新综艺 但其实除了谢娜 李维嘉 杜海涛 以及吴欣四位主持人退出外 你好星期六与快乐大本营 无论是节目定位 还是节目模式 风格基本一致 是替代品无疑了 起初不少观众 因为对快本有感情 所以对你好星期六坚决抵制 但随着何炯的加持 再加上丁程鑫 谭剑刺 李雪芹 以及秦肖贤等大波当红明星作证 这档节目也越来越受欢迎 直到这个暑期档 齐聚迪力热吧 杨子 龚俊 以及杨阳等大波顶流明星 你好星期六 彻底出圈 而随着你好星期六 影响力越来越大 快本官为也正式改名 湖南卫视综艺 连一个名字都不曾留下 也意味着 陪伴了大家20多年的综艺彻底落幕了 快本不会再有重启之日了 但让观众心心念念的快乐家族合体 一直没有被遗忘 直到谢娜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 第一个以嘉宾的形式录制 你好星期六 重新回到了原属于快本的舞台 而继谢娜后 吴欣也确认将参与你好星期六的录制 并且传出了到达芒果台 以及收工的路透 他也是继谢娜后 快乐家族中第二个回归的 通过路途可以看到 当天吴欣身穿牛子连衣裙 脚踩绿色拖鞋 戴着白色口罩 整个人打扮非常随性低调 在他下车 踏进湖南广店的门时 门口已经有一位工作人员在接他了 随即他便进入场地开始录节目了 虽然吴欣也是以嘉宾的身份重回故地 但与谢娜回归时的待遇差距明显 还记得谢娜回归时 不仅有工作人员引路 原来快本的导演 还亲自到门口迎接 给谢娜送上了花束表示欢迎 反观吴欣回归时 就仅有一位疑似保安的人在等他了 并没有看到导演以及任何领导的影子 前者或导演亲自迎接 后者却什么也没有 待遇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除此之外 有自称参与了现场录制的观众表示 这次吴欣回归 虽然与何种有很多互动 但是并没有像谢娜上次一样 对其特别照顾 跟没有互动哭之类的桥段 就是很平常的互动 无论是接待人员 还是何种对其的态度 谢娜和吴欣都是有差距的 也能看出他们咖位上的差距 不管怎样快本虽然停播了 但快乐家族永远不散 目前谢娜和吴欣已经先后重回了快本舞台 他们也分别与李维加 杜海涛在其他综艺节目中合体了 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演习 既然没办法在快本合体了 他们在一起多多录制其他节目也是可以的 你们对此怎么看 无星录制你好 星期六 共和问题 占 något 都能不能 rid challenge if 不 生 合胃 晒 不 外 都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